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细致的小曲线的时候 可能会发现在3D显示中 把它调小 那圆滑的曲线就显示出来了 但是点开景点模式会看到这个材片的景点数变得非常多 那就会影响计算速度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计料它可以显示出圆滑的曲线 又不想增加太多电脑负荷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轮廓线 轮廓线可以单独设置iVD 把线条的景点距离调小 这样线条显示出来圆滑曲线 我们点开景点模式 内部没有增加景点 只有在轮廓线上增加的一些景点来表现曲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